曾祖丹也好 长龙也好 李连杰也好 吴京也好 赵文哲也好 这些人到底谁能打 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就是你多能打 并不能代表你取得有多高的成就 在这个领域里 对吧 你既然选了一个职业演员 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职业的拳手 那在职业演员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比的就不是谁会能打 而是你比的是 谁可以在摄影机跟前连续踢100腿 然后每一腿都可以离镜头差0.1公分 我可以连续打100个厚白腿 然后每一腿都可以打到演员的脸上 然后那个力又不渗进去 你比的是那种 而且那种也不简单 也都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你必须做很多年的 功夫片的这种演员 做很多的这种经验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 不能比谁比谁更能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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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